今日,在大兴法院审理,得以起民事纠纷案件开庭过程中,原告当庭出事的证据员见不翼而飞,经调查发现,该证据竟被被告当庭吃掉,其行为也被法庭监控全程记录下来。 10月17日,大兴法院因法作出处罚决定,决定对该民被告,处以5万元罚款,以示警戒,对证据的伪造销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与法庭秩序,也是对社会有恶劣影响的行为。 有律师告诉中二组37号微信ID,让刚走三期,根据法律规定,伪造证据,以及销毁证据,的行为不仅有罚款,拘留,更严重的可能够成犯罪。 证据2365字,阅读约16分钟,视频数兼拍,男子被小鬼证据,把情商一口吃掉父亲的遗嘱,先进报我们视频出品,ID,WOMENSHIPIN,被告无罪交证据,喝水助托延大兴法院,向中二组37号微信ID,中刚走三期介绍, 该案系遗嘱继承纠纷,原,被告为卢信兄弟姐妹四人,陆母于2001年过世,陆父后来购买了房屋一套,陆父于2016年去世,生前利用遗嘱一份,后原告卢家长子向大兴法院提起遗嘱继承纠纷诉讼,要求继承卢父名下的房屋,被告三定外协助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, 2018年9月21日上午9时,该案在大兴法院开发区把庭,公开开庭审理,庭审现场,原告卢家长子由其带领人,出庭,被告房出庭应诉的是卢家次子卢某其妹妹,双方举证执政环节,原告带领人当庭及交易主缘件,及两份生效法律文书作为政治材料,把官确认后,材料被传递给被告席上的卢某, 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,这不是我父亲的签字,卢某发表至正义件,并将证据返还给法官时,法官发现,原本泛黄的遗嘱原件却消失不见,随后则令卢某将遗嘱原件交回法庭,并使民若不交回原件,将认定其故意毁灭证据,但该被告拒不承认,称才要交到自己手上时, 就没有遗嘱原件,评审被迫中止,法院经调查发现,卢某在评审中,将遗嘱原件塞进嘴中并吞咽,现场监控视频显示,政治材料在传递给卢某的过程中,至于材料最上层的遗嘱原件不慎掉落, 卢某并未将遗嘱实体置于桌面,而一手假装拿眼镜盒,并从桌面上取出一份遗嘱复印件置于另两页证据材料上面,另一手则在桌子底下将遗嘱捏成团,算在手里并迅速塞入口中,无嘴咀嚼,中途几次喝水帮助吞咽,该案由简秘义程序转为普通程序,开发区法庭依法组织和议庭审理该案, 何一庭认为,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,第111条,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,第113条之规定,陆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毁灭书证,对其作出罚款5万元的处罚决定,9月21日开庭时,陆某吃掉仪,主个视频截图,法院公图法院送达处罚决定书,被拒收10月17日下午,大兴法院, 依法相毁灭证据的陆某送达了处罚决定书,并再次对其作出口头训诫,当天下午,法官当庭宣布处罚决定书,本院查实,陆某存在毁灭证据的行为,情节恶劣,且具不悔过,其行为已构成防汉民事诉讼,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定,法院决定对卢某罚款5万元,限于2018年10月24月之前交纳,如果不服本决定,可以再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,三内日向北京二中院提起复议一次,复议期间,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, 我不服,我不承认的东西,我不签字,在法官将决定书递给卢某时,即拒绝在决定书上签字,并强调自己不认可这份处罚决定,还在法官宣布休庭后,拒绝在庭审里面上签字,但案成办法官表示, 卢某当天虽然没有签收处罚决定书,根据相关法规,并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生效,如果不在10月24月之前交纳,法院将会依法强制执行,被告如的行政处罚有异议,可以提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, 10月17日,法官向卢某送达处罚决定书,法院公徒被持遗嘱还存有复印件,卢某的行为,并不影响案件的继续审理,法官介绍,此前,卢家小子的弟弟妹妹就曾向法院起诉,要求继承父亲的房子,但因卢夫已立有遗嘱,该起诉,被法院驳回,被施掉遗嘱原件,在那一起诉讼中作为证据,以被法院认定, 同时,这份被施掉的遗嘱,尚有复印件和其他证据相互佐证,即便没有遗嘱原件,也可认定案件事实,当事人损毁证据的行为,是因其自身法律一时代驳,法官称,庭审过程全程留恒,陆某自认为毁灭证据,不动声色,但不知其一举一动都被法庭内的监控全程记录,法官提醒, 法院案件审理具有严肃性,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法庭纪律,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,全部辞送活动实际上,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的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,隐移或者毁灭证据, 否则,根据相关法律规定,轻则罚款,拘留,中则构成刑事犯罪,追访销毁证据布置罚款,拘留,严重可构成犯罪,对证据的伪造销毁严重影响, 司法公正义法庭秩序,是对社会有恶劣影响的行为,被经经毒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介绍,对伪造证据,以及销毁证据的行为,不仅有罚款,拘留等责任刑事,更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, 被经经毒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介绍,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,为造,毁灭重要证据,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,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刑洁据证据一把款,拘留,构成犯罪的,一把罪究刑事责任,并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, 人民法院对有情款规定,的行为之一的单位,可以对其主要,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,拘留,构成犯罪的,一把罪究刑事责任, 也就是说,针对此扰乱法庭秩序,司法公正的行为,民事诉讼法就对其规定的处罚方式,可以对其处以罚款,拘留,如果构成犯罪,需依法追究刑事责任, 第二,我们需要思考如果毁灭伪造证据,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,同时刑法规定,又毁坏法庭设施,抢夺,损毁诉讼文书,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拘役,管制或者罚金, 根据此次事件,鲁某的具体情况,鲁某却扰乱法庭正常的审判秩序,但并未符合该条关于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, 如果此类事件严重影响法庭秩序,需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, 我们需要注意到鲁某的行为,不仅绕乱法庭秩序,更影响司法公正, 潮沙说,新法规定以暴力,威胁,挥卖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,或者指使他人作伪政的, 更惩罚爱作证罪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或者质疑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, 另外,帮助当事人毁灭,伪造证据,情节严重的,构成帮助毁灭,伪造证据罪,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或者质疑,新京报记者作业链编辑江泰林教队, 郭立琴本文为众二组37号微信ID,装装有三期原创内容为经新京报数面授权,不得转载和使用,欢迎朋友圈分享,以下来推广。